阿德莱德港 澳式橄榄球俱乐部 来自南澳大利亚州的首府城市阿德莱德 是澳式橄榄球职业联赛的中坚力量 球队在今年向一名来自中国潮州的年轻球员陈少良 抛出橄榄枝并提供奖学金 来帮助他完成参加澳式橄榄球职业联赛的梦想 这是陈少良来到阿德莱德的第二周 他正在融入这座梦想开启的城市 很多人很不敢相信 一个中国人来到这里 打澳洲橄榄球 他们很难以想象 一个中国人打澳洲最大的体育联盟 这是一个掌心的历史 他们很为我高兴 也很支持我 我感觉我的梦想就是他们的梦想 学到更多的一些关于比赛的知识 还有那种团队合作的意识 比赛的一种经验 争取找人能够打散职业 这是一项很综合性的一项运动 运动员不仅需要有很强迫的体制 更需要有很强大的内心 我真心希望澳洲橄榄球 有一天在中国 能够更多人往起来 变得更加流行 因为运动员们在比赛场上 很激烈的比赛 会有很好的一个观看的效果 会让人们很兴奋 很激情澎湃 如果有一天澳洲橄榄球 能够在中国 让更多人去接受 去喜欢 那真的是一项开心的一件事情 澳洲橄榄球职业联赛 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 也是全球现场参与关注人数 第四多的联赛 它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澳洲橄榄球历史悠久而传统 这项运动诞生于19世纪 仅仅30年后 澳洲橄榄球就拥有了 自己的全国联赛 澳洲橄榄球鼓励身体接触 比赛场地的尺寸 几乎是所有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中最大的 橄榄型的比赛用球 会使球在弹地后 产生不可一知的轨迹变化 这也使得澳洲橄榄球的运动员 必须在耐力力量和敏捷方面都非常出众 每支球队上场球员为18人 替补球员4人 比赛在中间开球 裁判采用激意的方式使球弹起 双方周球球员跳起拼墙 努力为自己的球队争取球权 获得球权的一方会迅速组织进攻 创造进球机会 球员在场地中有三种方式可以使球移动 一 带球跑动 但是每一栋最多15米 球必须出地一次 二 手传球 只能使用拳头击打球的底部将球传出 三 脚踢球 这是最常见的出球方式 二式橄榄球不允许使用手抛球的方式传球 二式橄榄军动员可以进行 将球精准地踢给一名50米到60米以外逃动中的队友 如果这名球员在球位落地的情况下将球接入 这种情况就成为定球 有时候球员会进行长时间制空 甚至利用对手的身体做跳板 来完成华丽的高峰定球动作 定球成功意味着定球球员有一小段时间不能被防守 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移动或者尝试射门得分 球员可以对肩部以下膝盖以上的部位进行擒抱 来阻止对方的进攻 擒抱是侵略性极强的动作 所以球员们必须有足够耐力来应对这些身体对抗 进球方面 球员将球踢入中间两根门柱之间的区域可以得到6分 如果球踢中中间门柱或踢入大门柱与小门柱之间的区域则只能得1分 20橄榄球每届比赛时间为20分钟 比赛中段时间会暂停 20橄榄球职业联赛的球队每赛季会进行22场常规赛比赛 前8名可以进入季后赛 最终胜出的两支球队会进行总决赛 这是澳市橄榄球每年的巅峰对决 也是一项体育赛事最大的胜点 今年总决赛离我们上有一段时间 但常规赛同样精彩 下面请欣赏阿德莱德港俱乐部在第二轮的精彩基金 周六 阿德莱德拿尔德比 阿德莱德对阵 阿德莱德港 斯隆手传给阿德金斯 阿德金斯给了曼格文 曼格文给拉尔德 50米以外 远距离重炮6分 第二阶开始 杰克斯把球打下 阿德莱德进攻 阿港 卡沃尔没有拿球 皮特斯把球传给队长 郭克尔 小角度起角射门 6分 米莱拉 加动作 广开了阿港的特伦哥夫 传给斯罗 转身 手传出去 射门 阿德莱德港已经落后60分了 罗比把球打下 格雷把球推到前方 文贺德长传 这是小剑护华德 倒钩射门 护华德 职业生涯 第一个6分球 阿德莱德港再次进攻 瓦安斯把球踢出 伊波特 长船 没有接到 文贺德激紧地捡到了球 转身射门 好球 阿德莱德港再得6分 这是46号 萨姆格雷 文贺德 跳起来没有接上 手传出来 45米以外直射 球进了 阿德莱德组织进攻 杰卡斯 皮特斯踢球 进了 阿港的进攻区域 阿德莱德长船 中步 跳起来没有接上 文斯接上 这个球在45米接上 转身射门 50米左右 球轻松打入中间门柱 阿德莱德港再次组织进攻 卡莱尔 杨 杨在人群中把球定住 杨起叫射门 为阿港追回6分 第三阶还有9分钟 领先54分 边线配合 布朗长船 十米以外 没有人接到 麦克罗文 射门得分 皮特斯踏 在最后防守线 晃过 手传出来 伊波特长船 腰起没有接上 阿西手传找到杨 杨 为阿港得到6分 沙姆格雷长船 迪克森 法球定住 手传给杨 杨在55米外 再次射门 这球进了 林奇 阻止进攻 长船 提特斯没人看管 40米起脚 分钟 找到队友 米莱拉 137比71 比赛还有大概4分钟 大局一定 阿港再次进攻机会 杨把球捡起来 给了队友 没有人接到 这是格雷 传给队长博克 侧身撩射 射门成功 阿港再扳回6分 143比80 杨手传给队友 找到文斯 瓦恩斯手传出来 阿奇被抱在地 阿奇倒地 瞬间将就踢出 杨拿起来手传 找到格雷 45米外 西角 格雷 临近结束 再加6分 周晚上 克林伍德与李士满 在墨尔本板球场叫走 队长彭特博里 传给小将拉姆赛 长船找到托洛克 转身 80米外长船 先放没有人阻挡 法索罗 成功射门 拉姆赛和亚当斯配合 踢出 没有人定住 克勤把球断下来 李士满队长克勤 他就给了兰伯特 射门被挡路 马丁起叫射门 李士满得到6分 最后一截开始不久 克林伍德56 落后李士满60 拉姆赛长船 巴索罗没有接上 巴索罗转身射门 6分 克林伍德领先 兰伯特50米外准备起脚 假动作 李伍射门 把球轻松定住 8号前锋 李伍射门 射门 李士满领先10分 比赛还有13分钟 克林伍德进攻 巴索罗没有控制住球 9分出来 李士满防守很硬了 亚当斯缓过一名防守队员 洗脚传中 克林伍德没有定球 克林伍德领手球传出 给了埃什 埃什射门 地滚球得到6分 毛利 弗利 弗利一个长传 没有能够防守住 绝多 基尔沃特射门 这是一脚倒地射门 第三还有19秒 克林伍德最后一次射门机会 莫里 莫里一个轮重 罗伦迪乱军之中一脚冷射球进 克林伍德反超比分 还有四秒钟 比赛最后四秒 克林伍德领先一分 裁判中场发球 利斯曼迅速长传 没时间了 笔声响了 克林伍德绝杀取得胜利 87比86 一分优势险胜李斯曼 这六下午在墨尔本板球场 埃辛顿轰炸机对阵墨尔本魔鬼 第一节即将结束 墨尔本暂时领先一分 穆里特45秒以外起脚射门 摩尔本反击 加莱特捡起球 球弹第一次 没有人能够跟上防守 加莱特转身射门 精彩奔袭射门得分 肯尼迪手传给豪根 加莱特没有拿住 埃辛顿九号高达德 熊斯 熊斯给了豪根 豪根传给肯尼迪 肯尼迪轻松得分 墨尔本在防守线传球 摩尔本在防守线传球 射门 布朗再添六分 丹尼尔面对三名防守球员 将球定下 丹尼尔没有等定球赌秒 展身七角射门 埃辛顿再得六分 肯尼迪 扎克拉基斯 这是13号奥里弗 文斯惶动过人 找到队长熊斯 沃特斯 传给一号豪根 起脚射门 精准进球 莫尔本再得六分 一分是67比67 长船 朗佛特将球稳稳定住 45米以外进球得分 埃辛顿领先 凯里 埃辛顿断球反击 高达德 手传给扎克拉基斯 帕利时射门 六分 下周 船 第六晚上 孝迪 佛利门托 马头 驻上迎战 黄金海岸太阳队 阿布莱特 给了队友林奇 布里西亚 阿布莱特 起脚射门 队长阿布莱特得分 蒙迪 混战中一脚传球 帕弗里奇 射门成功 中场发球 黄金海岸组织进攻 马提拉 50米 超远距离射门 球进了 布莱特组织进攻 萨德拿球反击 罗尼尔干传给马尔塞斯奇 裁判边线发球 6号塞克斯顿 队长林奇 林奇射门成功 黄金海岸再添6分 找到塞弗 塞弗长船 5号塞弗里线 球队击下来 巴兰蒂尼 小小的上门 球进了 霍尔 霍尔 霍尔防守队员 带 转身回传 马提拉 射门成功 第三节还有三分钟 海恩领先99比64 帕弗里线 帕弗里纪没有接上 巴罗把球打出来 球阴生打入6分 比赛还有16分钟 霍尔 霍尔 转身长船 林奇将球顶住 射门 球进 第二轮比赛全部结束 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 激动人心的周末 比赛 两轮比赛过后 击分榜上共有四支前队 两战前胜 其中西部斗牛犬 以净胜分的优势暂局榜首 悉尼 黄金海岸和北墨尔本紧随其后 在德比战中 许得大胜的阿德莱德 跃居第五位 之后是吉隆 霍索恩 西部海岸 李世满 墨尔本 阿德莱德港 埃辛顿和克林伍德 几支球队均是一胜一负 同继四分 目前击分榜底端的球队是 卡尔顿 布里斯班 布里蒙托和圣迪尔达 四支球队至今未尝胜计 下一轮比赛将于4月8日开战 首先亮相的是 周五晚上的阿德莱德港 在主场 阿德莱德椭圆球场 对阵埃辛顿的比赛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奥式橄榄球职业联赛 下期节目将为您带来 奥式橄榄职联赛 第三轮的精彩激进 陈少良也将继续 他与阿德莱德港的故事 我们不见不散 阿德莱德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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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莱德港的故事